中華五千年 藝便利主持 張偉國賺稿吳偉榮篇道 四大貝勒 明神中萬曆年間 原本臣服明朝的建州女真首領魯爾哈齒 憑著過人的政治軍事才幹和魄力 團結建州各部落 建立組織嚴密的軍隊 強調進取精神激勵士氣 經過二十幾年的征戰 勢力不斷擴展 由一個小型的部落遊長發展為統一女真國部 號令百萬軍民的後金國黑寒 魯爾哈齒開始擺脫明朝的約束 萬曆四十七年三月 在虎順城外的薩爾湖擊敗明朝大軍 於是城勢進攻明朝的遼東地區 幾年之內 攻佔了虎順 遼陽 瀋陽 鐵嶺 開園 廣寧等重鎮 明朝遼東官兵全線敗退 退守山海關 後來在宣城中 袁崇煥等大臣主持下 建立關外寧院 錦州防線 於是 明朝和後金以錦州城外的大寧河為界 後金攻佔遼東之後 不但得到幾十座城鎮 還增加了幾十萬漢人農民 士兵 手工業工匠 商人 和一些有學識的讀書人 其中一位遼東官吏范文程 成為魯爾哈齒的重要謀士 我來見他們 μέ Thus 麥鹽 入縣 辽东的经济利益 例如大量的耕地和工商业 都成为后金的郎中物 而女真人仍然实行奴隶制 大批汉人俘虏和航兵航将 被偏为奴隶 分配给女真贵族 从事各种生产 女真话叫家奴做包衣 叫汉人做尼堪 汉人奴隶就称为尼堪包衣 这些尼堪包衣后来都编入八旗 世代为旗主效力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 一些皇室的包衣得到统治者信任 替皇帝监视汉人官员 据历史学家考证 小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勤 祖先是辽东行将 被编为正白旗包衣 曹雪勤的祖父曹仁 就是康熙皇帝的亲信 被派去江南 以江宁职做身份 监视南京和江南一带的官员 鲁尔哈赤攻占辽东之后 立即迁都辽阳城 几年之后 又迁都去战略经济地位更加优越的沈阳 称沈阳为成经 占领辽东 令到后金国更加富强和稳固 鲁尔哈赤希望子孙能够继承事业 所以在公占辽东之前 已经将部分实权交由子侄和公臣子弟掌管 训练他们的治国治军能力 而鲁尔哈赤自己作最后决策 鲁尔哈赤最初对长子柱英期望甚高 曾经将军政实权交给柱英执掌 但是柱英此世弄权欺凌兄弟 甚至有嫁兇鲁尔哈赤的趋势 令到鲁尔哈赤非常震怒 决定剥夺柱英的权力 将她囚禁 后来更加逼柱英自杀 有关柱英的事 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 柱英被废之后 鲁尔哈赤将后金国政权核心重新安排 由四个年纪比较大的子侄 共同执政称为四大贝勒 四大贝勒就是 代线、亚敏、网古以太、黄太极 四大贝勒的次序 是以政治地位排列 并非兄弟的排行 代线是鲁尔哈赤的第二子 是大贝勒 阿敏是鲁尔哈赤弟弟书以哈赤的儿子 是二贝勒 网古以太是鲁尔哈赤的第五子 是三贝勒 王太极是鲁尔哈赤的第八子 是四贝勒 代线被立为太子 地位最高 四大贝勒之外 有八位唐督 扮理军政财营等等事务 曾经任职唐督的 有胡以汉 阿敦 阿巴泰 何和里 汤古代 乌以古代等人 胡以汉 是鲁尔哈赤的样子 阿敦 是鲁尔哈赤的堂弟 这两个人 在堂督之中 最有实权 而且 和四贝勒 王太极 关系密切 有一次 后金宫庭里面 发生了一件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启品黑寒 神妾所说的事 是千真万确的 代音诚 你说大福晋 经常派人送饭给大贝勒 而且还曾经深夜 偷偷出宫探访 这件事 究竟有没有真凭失聚 你说 黑寒 这件事 宫里面的婢女 人人都知道 黑寒不妨查问清楚 我会查明查白 还有 大福晋将宫中的囚段 带回去两家 有这样的事 好 如果我查明淑珊 一定要严办 赞 敬礼 我没见怪我 我没见怪我 你 你 我没见怪我 你 不知 我 阿巴海 我派胡耳汗等人查明白 你甚至偷吃公中財物 帶回去梁家 而且勾引大貝勒代善 對我不忠 你究竟有什麼話好說 黑汗 神妾阿巴海 怎敢背著黑汗 做出一些對黑汗不住的事 神妾把公中的籌段帶回去梁家 只不過是想替黑汗你賞賜給將士 賞賜給將士 君國大士豈容苦日干預 神妾是無心的 求黑汗饒書 那你送飯給大貝勒代善 而且留夜私房 又有什麼解釋 契品黑汗 黑汗你曾祝福過大貝勒代善大哥 好好照顧神妾幾母子 神妾為了答謝大貝勒 所以 我老了 代善和你年紀相當 所以你背著我向代善獻恩勤 實在太無恥 黑汗 唉 我們女真人的習俗 父親過世之後 長子可以計取樹母 你對代善好也很難怪 但是我還壯見 你竟然背著我勾引代善 太不應該了 黑汗 神妾知罪了 神妾以後不敢了 呵呵 阿伯海 十幾年來 我多痛疼你 難道你不知道嗎 神妾知道 我策封你做大福盡 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最好的 你依然對我不忠 實在最大惡極 神妾知罪 任由黑汗處置 唉 如果我刺你死 你三個兒子 阿祭格 多爾群 和多多 就會變成毛毛孤兒 多爾群 多多重勢 太可憐了 唉 為了皇室的體面 這件事我不想追究 任勒 追 送大福盡回去略家閉門思過 以官後效 禁止 阿敦叔父 富汗他竟然輕易放過 大福盡和大貝勒 真是不值 三貝勒 黑汗的意思 是固存皇室的體面 不想將這件事張揚 況且 大福盡雖然有勾引大貝勒的嫌疑 但是 很難對大貝勒入罪 所以 黑汗 並沒有責怪大貝勒 是 阿敦叔父說得對 代善阿哥是正雄雙雄兩旗的旗主 如果富汗因為公中醜事 而責罰代善阿哥 這樣對國家十分不利 哼 代善權勢越來越大 難道沒有法子錯下他的銳器嗎 三貝勒 黑汗他英明果斷 這件事 黑汗心中有數 如果大貝勒再有過失 黑汗一定會重演辦理的 阿敦叔父 這三四年來 代善阿哥處事十分謹慎 我們要找到他的過失 實在不容易 沒錯 四貝勒 大貝勒代善 的確是小心翼翼 希望恢復黑汗對他的信任 嗯 那麼 代善阿哥繼承韓衛 豈不是沒有法子改變 四貝勒 我們女真人的習俗 有此有權繼承家業 黑汗最痛愛的 是大腹盡阿巴害所生的兒子 多乙菌和多多 尤其是多乙菌聰明伶俐 最得到黑汗的歡心 嗯 但是 多乙菌年紀還小 所以黑汗希望大貝勒 能夠提攜多乙菌兄弟 哦 這樣說法 富汗千秋萬歲之後 就由代善繼位 而代善之後就由多乙菌繼位 嗯 可能是這樣 哼 大金的基業 是我們一群兄弟出生入死 協助富汗建立 富汗怎麼可以為了痛愛幼子 發視我王太極和其他兄弟的功勞啊 四貝勒你說得很對 大金四大貝勒之中 二貝勒阿民 只是王侄 三貝勒 網古以太 他母親滾代福盡 被黑汗刺死 都沒有資格繼承汗衛 只有四貝勒你才得兼備 汗衛應該由你繼承 唉 但是大貝勒代善太子的地位 實在難以動搖 那也未必 代善的繼承 納拉時 對前妻的子女 惡託石託他們 非常可客 四貝勒 你不妨跟他們多些交往 一定可以刺探到代善的過失 嗯 沒錯 還好 娘 我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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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仙, 你的兒子石堂, 女婿莫洛雲, 率領暴仲背叛國家, 企圖投奔明朝, 你身為父親, 究竟如何約束地帝? 富汗, 這件事, 神怡代仙並不知情 豈有此理, 石堂, 莫洛雲他們, 已經在邊境被守軍將士截到, 押送回來等候處置了 已經抓到石堂他們? 富汗, 求富汗將易子石堂等人交給神怡, 等石怡將他們打死 什麼?將石堂他們打死? 代仙, 你太狠心了 你為人父親, 知不知道石堂他們, 為什麼會棄國投敵? 那, 神怡不知道 你未查明究竟, 就要打死石堂他們, 怎麼可以服人? 如果你犯了過身, 我不問情由將你處死, 你會不會心服? 那, 神怡可以審問石堂? 我已經審問過石堂他們, 他們因為受後母納拉斯虐待, 隨時會有殺身之禍, 所以寧願冒險, 投奔明朝 這件事, 神怡並不知情 代仙, 你太糊塗了 你竟然聽信繼妻殘言, 父子成為仇頂 你身為太子, 為你四大貝勒之手, 竟然無法指令家人和睦, 還怎麼可以令君治國? 神怡之罪 你, 你太令我失望了 求父漢夫恕神怡的罪過 聽信殘言, 殘害骨裂之人 根本無資格繼承捍衛 四貝勒, 黑汗已經降止取消大貝勒太子的地位 大貝勒要繼承韓衛是絕對的 是不可能的 但是, 代仙他將繼妻納拉士處死, 向父漢請罪 父漢准他繼續處理軍國大事 而且他營救統領正雄雙雄兩旗 他的權勢, 看來並沒有削弱 嗯, 看來, 黑汗仍然希望代仙貝勒 提攜多乙群, 多度兄弟 嗯, 那, 阿敦叔父 你認為我應該怎麼做 嗯, 看來, 四貝勒 你應該跟代仙, 亞文, 蒙古以太他們合作 修纜人心 以四貝勒你的才智 加上精白旗的力量 一定能夠令兄弟節復 得到黑汗的信任 嗯, 好 修纜人心 的確是上賊 嗯, 看來, 四貝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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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兒一定盡力協助富汗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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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們四個年紀比較大 應該好好教導 德格雷, 岳托, 濟爾哈朗, 亞濟格, 多爾群, 多度 這些年少的子弟 大家一起為大金昌盛努力 是, 富汗 以後, 大金的軍國事務 由各和石貝勒 共同商議裁決 任何一個人不准自作主張 還有, 以後繼任的黑汗 需要由和石貝勒 共同推大 不得獨斷獨行 如果黑汗有過身 和石貝勒 共同商議之後 可以將黑汗罷免 另立賢者 你們 明明白 神言明白 好, 你們要 六季富汗的教父 兄弟和睦 堅守正道 那 天地神明 永遠眷有 後今天命七年三月初三 魯爾夏遲為了安排身後的權力分配 同一群子侄定立誓約 由一眾和石貝勒 共以國政 而且規定繼任的黑汗 必須由一眾貝勒 共同擁大 受一眾貝勒約束 這件事記載在滿文老檔裏面 文獻裏面提及八子、八王、八貝勒等稱號 但文獻裏面提及的人名 實際不止八個人 以八作為單位 很可能與八旗編制有關 由於代善、亞敏、 亡古以太、黃太極、四大貝勒年紀最大 所以仍然擁有比較大的軍政實權 在四大貝勒之中 大貝勒代善因為犯了過失 失去了經濟寒衛的資格 而四貝勒黃太極 實力和聲望就日漸提高了 中華五千年之四大貝勒 是由陳炳球、朱萬子、曾月娥、李德能、葉世雄、周偉才、林友榮等聯合播演 現在已經已播放完畢 為何能不能停頌 有欲願棄成文 性勤在奸 Millennium 公司已經開放了 凌善我